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 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中国革命经历了血雨腥风的28年 28年中 中国共产党历经磨难 几度沉浮 终于迎来了革命的胜利 这期间 涌现出了一大批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 他们为了党 为了人民 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 抛头颅 洒热血 宁死不屈 视死如归 共同为我们汇救了一幅 壮美如虹 大气磅礴的历史画卷 对于这些英雄 历史永远铭记 人民不会忘记 他们永远都是一座座不朽的封碑 永远的封碑 新中国英雄人物故事 今天介绍的英雄人物是 刘老庄联 革命英雄主义的壮歌 刘老庄联 革命英雄主义的壮歌 抗日战争时期 在江苏省淮安市 有一个英雄连 是新四军第三诗 第七旅 第十九团第四连 四连有南昌起义 和红军长征的光荣历史 应在刘老庄乡战斗中 全部壮烈殉国 被称为刘老庄联 1943年2月中旬 驻徐州的日军第六十五师团 三千多人 由师团长川岛亲自指挥 对新四军苏北抗日根据地 进行大规模扫荡 因屡屡扑空 回撤时又遭到新四军打击 于是又在三月间进行反扑 将矛头指向 在淮英县六堂河沿岸一带的 淮海抗日根据地 党政领导机关 企图一举摧毁 日军行动迅速 领导机关尚未转移 行事十分紧急 四连临危受命 在刘老庄狙击日军 连长白思才 指导员李云鹏 接受战斗任务后 率领全连迅速进入 纵横交错的交通沟 准备先打个伏击 走在前面的三十多名鬼子兼兵 进入伏击圈时 受到四连出其不意的设计 一个个应声倒地 后面的鬼子见识不妙 抱头鼠窜 日寇指挥官川岛大佐 慌忙紧急 纠合各路敌军 运回包围四连 切断前来增援的民兵 上午八点钟左右 鬼子步兵一个约四五十个人的小分队 在火炮 机枪的掩护下 向四连阵地 发起第一次冲锋 四连以猛烈火力扫射 击退了鬼子的进攻 在敌人面前 英雄的连队没有一个人胆怯 他们坚守在战斗岗位上 向日寇打去 在机关枪的咯咯声和手榴弹的咆哮声中 四连打退了鬼子的五次冲锋 田野上留下了许多鬼子的尸体 趁着敌人冲锋的间歇 指导员李云鹏站在大家的中央 放开嗓子挥着拳头鼓动讲话 我们八路军 新四军是抗日的队伍 日寇是中国人民的死敌 我们要坚决打到底 保卫根据地 保卫人民 战士们的回答 像汹涌的波涛怒吼 李指导员接着说 同志们 这是考验我们的时候了 我们要为党的事业战斗到底 为民族解放战斗到底 我们要坚持党的光荣传统 要做模范 要做英雄 一个也不做孬种 一个也不当俘虏 指导员高康的声音 盖过了敌人 隆隆的炮火声 不做孬种 不当俘虏 同志们 一口同声 像雷鸣一样的响应 进入战斗后 战士们把一切伤痛和饥饿 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吹事员和四号员也拿起了武器 补充那些已经负伤或牺牲的同志 重伤员没有呻吟 没有哭泣 他们忍着剧痛 一个个怒睁着两眼 不愿意放弃自己战斗的岗位 有些轻伤的同志 一边流血 一边坚持战斗 不肯丢下自己的武器 卫生员把药袋放在地上 小心地为伤员包扎 药毛巾又完了 他们把棉衣里的棉絮撕下来用 战士们腿上的绑带 也解下来当作绷带不用了 日军的进攻越来越凶 他们用机关枪对着路沟两头处打过来 排击炮 制弹筒 像热锅炒的爆股似的 前后左右到处爆炸着 有几颗炮弹落在了沟里边 敌人是想用猛烈的炮火 毁灭四连这个坚强的堡垒 同志们 赶快用背包堵起来 白连长嘶哑的声音叫喊着 大家立即拿起背包 拼死地推上去 几分钟 堆起了两段短墙头 挡住了敌人的炮火 突然 李直道员的头部中担 他一声不响地跌倒在地 鲜血喷涌 躺满了脸 战士们惊叫起来 指导员 指导员 指导员惨白的脸上 被鲜血染红了 但他不感到一点痛苦似的 嘴角 眉间 搂出笑影 他慢慢地摇着右手 喃喃地说着话 意思 叫大家不要管他 白连长跑过来 抓住李直道员的手 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仇恨的烈火 冒上了他的头顶 烧干了 他满框的眼泪 敌人又重逢了 白连长跳起来 将薄壳枪一丢 端上一根 上着刺刀的长枪 鼓着血红的眼睛 喉咙里 蹦出粗哑的声音 通知们 上起刺刀拼呀 敌人第六次冲锋 被打下去了 战士们 血量的刺刀上 染上了日军的血 可是在敌人猛烈炮火下 突围 还没有成功 子弹打完了 怎么办 连长发话了 我们绝不让敌人 抓住一个活的 也不让敌人 得到一支好枪 这都是我们 用鲜血换来的 同志们 把机关枪和多余的步枪 统统破坏掉 战士们紧握上好 刺刀的钢枪 决心同日军肉搏 日军借着夜幕降临 涌到四连镇定前沿 四连战士们 手端刺刀 一跃而上 与日军展开白刃格斗 刀枪撞击之处 发出日军的惨叫声 战士们的刺刀筒弯了 就用枪托砸 枪托砸碎了 就用铁仙砍 牙齿咬 一场悲壮的白刃战 中英敌众我寡 82位勇士 全部壮烈牺牲 这一战 四连共打死打伤 日后五百余人 列士们的英明和事迹 在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史册上 永放光彩 明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